大家好,我是帽地戏的老顽童,赵通达。 昨天和前天,我没有拍视频, 而是在这个微头条,我写了一点东西, 我就把它叫做诗。 实际上是不是诗,我也不知道。 如果是律师啊什么的,我也不怎么很懂啊。 那么现在的那些,所谓的自由体的那些诗, 我的理解也不怎么深了,也不一定对了。 那么我写的东西呢,实际上就是在开玩笑。 也是讽刺吧,是讽刺我呢,还是讽刺别人呢, 我自己也,现在我也说不清。 当然也有朋友给我留言,问我懂不懂诗。 我也真的不懂,我也是真的不懂。 当然也有朋友他讲的比较好, 他说我写那个是散文。 我觉得,说成是散文的话,也有点太散了。 也有点很难,那个。 当然我觉得一个好的一篇散文啊, 你把它做冷剧,它就可以算作是现代诗了。 至少呢,我觉得诗啊, 情是什么都不是很重要。 重要的是它的意境。 。 人家有的人说,诗是言智的。 也有的人说,诗是言情的。 不管是你言智,还是言情。 啊,我觉得诗呢,最主要的,看它好坏, 就是看它的意境怎么样。 啊,没有意境呢,就是打白话嘛。 就是说打白话。 啊。 那么,当然了,我不想说太多了。 某人的,某些人的诗。 诗呢,它有美感。 啊,就算你不怎么美吧。 啊,你为了表达某些事情, 你的叙事也好,什么也好吧。 你至少你不要是太丑陋,太臭。 如果那是臭不可无的东西, 你还端出来给大家上桌子。 往外摆,你摆着宴席上去。 那也太招人恨了。 啊,那也太招人恨了。 啊,虽然有人为那个臭的东西排泄物物。 辩护。 说那个东西本来是自然界有的东西。 既然它是自然界真实的东西, 我们就不可以排斥它。 我们排斥它就是不懂的是, 没有文化。 我首先承认我自己没有文化。 但是说这种话那个人, 你那个文化是什么文化我不懂。 啊, 但是我没法接受。 我只能说我没法接受。 我也不用什么有什么大道理, 我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去反驳你。 啊,我去讲什么诗这样那样, 我也讲不出那一堆道理来。 啊, 可是呢, 我没有什么文化, 真的是没有什么文化。 那么我对某些人的使尿屁, 我是没法接受的。 你那个东西你自己放在你被窝里, 你盖上被子, 自己去闻去, 随你便, 但是你不能摆出来给别人闻。 而且人家那里摆着宴席, 你往那宴席里摆着更不可以。 诗是什么? 是一种美的盛宴吗? 我们这个宴席里, 我们在新商美, 你拿那个臭的东西来驱动我们, 你是什么意思吗? 啊, 当然它也是自保其仇啊, 实际上也是在自保其仇。 啊, 所以呢, 我昨天, 前天这两天, 我的那个用一头条发的那个东西, 是开玩笑而已, 我也不敢说那是诗。 如果你觉得不诗的话, 你就把它泡到水里看去啊, 你尽量不要把手机泡在水里去啊, 如果你把手机泡在水里去, 你不要来找我来让我陪啊, 我是不管陪的啊, 你要想泡水的话, 至少你要把它先写下来, 然后写在纸上再泡啊, 那样的话你不会损失手机, 你把一打开, 你这个不是诗啊, 你说是要泡水, 我才能看好吧, 我把手机放在水里去, 那你把手机泡烂了也不关我的事啊, 我不负责任, 我绝对不负责任, 我要在这里先声明一下, 啊, 诗, 在我的心目中吧, 我真的没有学过这个诗, 我读书的时候, 我教师里有两个班呐, 一个老师教, 教到这边, 教到那边, 哎呀, 真的是土的掉渣, 学校里也没有什么教具, 嗯, 硬设备就是那一个, 过去有钱人家的, 呃, 二门边上的一个厢房啊, 那个, 那个厢房可能是, 在过去是常公住的那个厢房啊, 然后把它收拾收拾, 里边, 钉了几块板子, 摘了几个庄上面, 钉了板子呢, 就是我们的教室, 我们的课桌, 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也就是, 每天计工分, 然后可能有, 有点补助吧, 好像是有点补助, 每个月有点补助, 就是那样而已, 我们老师有的时候还摊完, 把我们的安排完作业, 他跑出去玩去了, 有的时候放学, 他都忘了, 到中午放学时间, 他都不回来, 嗯, 我还有我那个事, 我还跑去找他去, 找到了跟他讲, 下课时间早就过了, 哈哈, 你们回家吧, 他还接着玩, 啊, 当然这已经是过去, 这个几十年了, 那是五十几年的事情了, 已经是, 啊, 过去了五十几年了, 说多了也没有用, 所以说呢, 我那个时代呀, 我, 怎么说呢, 该长身体的时候没有饭吃, 该长学问的时候没有书读,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, 可怜啊, 很可怜, 所以呢, 你现在让我说诗, 我只是呢, 也算是开玩笑吧, 啊,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, 你懂诗吗, 你给我讲诗, 是怎么样, 我不会讲, 啊, 你那个为什么你说它是诗, 我就是那样说的, 我就给它起个名字叫诗, 如果你不喜欢, 你就给它起个别的名字, 啊, 但是我觉得它比史尿屁好, 它至少没那么大的味道, 没有那么大的味道, 啊, 那么, 嗯, 人呢, 是, 活到老, 要学到老, 我现在呢, 也就是, 要说学吧, 也, 让我像个正式的学生一样, 好好地去学, 我也没有那样的, 没那样的心情, 如果时间, 我倒是有没有那样的心情, 也没有那个能力了, 今天学了明天旺, 嗯, 也只是自己慢慢地, 想到什么, 就, 就, 慢慢地自己去反省自己吧, 自己觉得能够给自己一些长进的地方, 还是需要自己去, 催努努力, 尽量长进吧, 也只能这样, 那么, 我写的东西呢, 嗯, 到底那个算是诗, 还是算是散文, 或者说什么也不是, 我自己也不知道, 啊, 啊, 如此而已, 嗯, 希望大家, 多多包涵吧, 多多包涵, 以后我还是要, 啊, 有机会的, 我还想要, 嗯, 看看, 嗯, 那个, 别人的诗怎么样, 让我从里头看看能不能学, 学学, 啊, 那我也认识认诗诗, 那个诗对我来说只是那一个影像, 啊, 他仔细的, 他的, 他的样貌什么样, 他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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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呀, 外呀, 等等的那些, 我都不知道, 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大概的影像而已, 以后有机会了, 我就, 慢慢的去认识他吧, 啊, 也只能是这样, 啊, 呃, 这一段呢, 我就给大家, 拍到这里了, 对不对的, 大家多多原谅,啊, 多多包涵吧, 谢谢大家, 再见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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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